不管是火锅还是麻辣烫 我最爱吃的主食就是宽粉了 今天在家做了一份 具好吃的麻酱流汁宽粉 酸辣开胃酱汁浓郁 真的太过瘾了 做法也非常简单 先把芝麻酱加水搅拌搅拌 稀释成这种状态 再来调个灵魂酱汁 只要酱汁调对了 这个宽粉的味道一定不会差 这个酱汁你也可以用来拌面 拌馄饨或是拌水饺都非常好吃 一定要记好哦 最后加入稀释好的芝麻酱 搅拌搅拌搅拌均匀 酱汁就调好了 接着来煮一些火锅丸子和宽粉 大概煮个三四分钟就可以捞起来了 吃的时候我还加了点黄瓜丝 淋上酱汁搅拌搅拌搅拌均匀 真的太诱人了 剪视频的时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这个火锅丸子也非常好吃 你们一定要试试看哦